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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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婚后 公婆要从乡下搬来和小两口一起住 虽然心里不乐意 也将就着过 不愿意天是非 工作自己不喜欢 但嫌换来换去麻烦 也就将就做 经常找我抱怨 抱怨家长里短 也抱怨工作 但就是不愿意做出改变 女人一旦把自己圈在一个固定的位置 就会习惯干什么都将就 稀里糊涂地过一个凑合的人生 见过世面的女人很清楚自己想要的生活 也很明白该讲究的时候不应该将就 拒绝不读书 我们老家在过去有个很不成文的现象 孩子成绩不好 叛逆不愿意读书 那就依着他走出社会 女孩子更是如此 即便是成绩不菲 有意愿想读书的 家里人也各守着女子无才便是德 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有用 迟早是要嫁人的 难得有几个家庭愿意供家里的女儿读书大学的 经济是一方面 而大部分原因却是家长自身 也没见过什么世面 读书有什么用 它给你一条路让你能够去看到 这个世界上原本有那么多优秀的人 你见过开始向他们接近的动力 想要提升自己的欲望愈发强烈 不断地提升 最后也成为了比以前的自己优秀许多的人 接触的也是和过去不同圈子的人 拒绝读书 再如花一般的女人 也会失去缘不断的养分 最后变成一朵不鲜艳的快要枯萎的花 见过世面的女人乐意读书 就像白安聪说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以为世界只有我的家乡海拉尔那么大 生活的半季很小 但是当你开始识字 开始试着翻开一本又一本的书 你的疆域被大大的扩展了 如果没有阅读 你会走到死路的尽头 而在书中 你会读到跟你有着同样的经历的人 在那个死路尽头记录着你的所思所想 帮你推开一扇新的大门 读书 是帮你推开一扇新的大门 它给了你另外一种可能 却全是你不一样的人生 拒绝三观不同的人 三观不同 不必强容 选择何时相处 需要有明确的判断 人的相处环境影响很深 许多人身边 心形色色的人 各种脾气 各种性格的人 必必皆是 和什么样的人身交 和什么样的人淡薄 有时候选择不好 就会走进生活的误区 见过世面的女人 在这一点上 眼光很独到 她们不怕拒绝那些和自己三观不同的人 也不屑去融入话不投机的圈子 三观不同很难共情 也很难相互得到快乐 你说大海很美 她说不知道淹死过多少人 你说不要轻易就放弃努力 她说隔壁老王努力了一辈子 不也就那样 你说仪式感重要 她说不务实 不过是浪费钱 见过世面的女人知道 人生很长 无论是交友还是交往 都要找到一个和自己能够共情的人 忽然三观不同 相处起来是非常累人的 真正见过世面的女人 她明白自己想要的 也能狠心拒绝不该要的 顺境不交 逆境不躁 走过许多路 遇过许多人 也读过许多书 最终看到了自己 发自内心地去生活 真正地去过自己理想的生活 这种状态难得 也可贵 有的人死于25岁 葬于75岁 有些人永远都是25岁 一直都活得热气腾腾 对人生的认知不同 结局也往往不同 而见过世面的女人身上有一种美 是看过的风景 在脸上积淀成温润的色彩 是走过的路途 在心底刻画出从容约雅的灵魂 爱其所爱 心其所行 她见过了沧海横流 更享受了岁月静好 一个人见过世面 走过的岁月就会变成馈赠的礼物 在她脸上书写着从容 千帆过境 世事万象 了然于心 一个真正见过世面的女人 因为经历而变得温和而有力量 风盈而有自我 知名导演汪嘉卫说 人的一生是见天地 见众生 见自己的过程 生活中见过世面的人 从不炫耀自己拥有过的一切 不刻意地去告诉别人 自己读过多少书 认识什么人 有多少依附珠宝 因为他们没有自卑感 经历的越多 不会看到什么流行 就随波逐流去追赶 不会听到别人说什么 就左右摇摆随意认同 人生最好的礼物 不是买多少衣服 拥有多少奢侈品 而是体位不同的活法和价值观 有段话是这么说的 当你明白无常 你就不会张扬 今日华丽风光 明日可能狼狈一场 当你明白无常 你就不会悲伤 今日愁云惨淡 明日可能满天阳光 当你明白无常 得有什么喜 失有什么伤 得时在不停转换中 当你明白无常 一切都觉得正常 认证实实看见 看见无常的心 获得真正的平静安详 愿你无论何时 不顾不自封 在有限的生命里 拥抱更大的世界 不冷漠麻木 在坚硬的世界里 守护柔软的初心 不急功近利 在复杂的生活里 去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好了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聆听 请把这篇文章 分享给身边人 让更多的人听到 我是阿豪 每篇 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 每天都有新感悟 每天打开美丽新篇章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